新北市板朝有駕駛绿灯起步时 碰到这名富人突然冲到车前方挡住去路 甚至莫名一个转身 背对车辆长达10秒钟 接着又跑去挡另外一部车 而她这样的行为已经违规 可以开罚500元 不顾绿灯一辆车子起步 富人从路边迈开大步 穿过车阵朝驾驶走过来 直接站在车前背对驾驶不动入山 拍下人啦 驾驶看啥咽现在该怎么办 因为富人这一站就站了10秒 好不容易等她转身换下一个目标 家族马力快闪 很危险 一定很危险 这个车道嘛 你只能行人也不能走上去 应该是挑起什么事端吧 会觉得可能是有想要碰瓷的意图吧 也有可能 新北市板条区马路上车来车往 富人完全没在怕 这心态让驾驶不免怀疑 可能有不良意图 以违反倒交条例78条 第一项第四款的行为 可处新台币500元罚款 不管意图为何 这危险行为可开罚 而在台北市中山区 则有母女过马路准备去吃晚餐 一辆休旅车左转没注意 撞飞母女两人 女儿干净起身 但妈妈却痛到站不起来 照致女驾驶吓坏 其他人立刻冲过来帮忙 造成行人左脚挫伤 腰部受伤送一座子 双方行进方向 号制都是绿灯 母女如果没走在行人穿越道上 将能开罚 但驾驶没理辆行人 还致人受伤 最高可罚36000元 并掉扣驾照一年 驾驶开车上路 还是多留神 毕竟视线此角多 一不注意 不止伤了人 更伤荷包 记者梁紫月 林朝贤台北采访报导 无小小说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